謝謝主席喔 我的會議詢問是 今天我們要處理的法案 包括了行政院組織法 還有中央行政機關 基準法 那請問一下主席啊 為什麼要處理行政院組織法 竟然沒有請行政院的秘書長來列席 這個目前呢 行政院有來表示 首先 行政院組織法呢 由人事總處啊 他們來做說明 那另外呢 我們這邊有收到他們的一個 說明 就是本院指派本院人事行政總處 蘇人事長俊榮代表列席 兩個部分啦 第一個 要邀請什麼樣子的官員到 我們的司法法治委員會來列席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 官員的成績跟準不準假 這個是主席的權責 主席的權責 我都敬表尊重 但問題是啊 作為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 其中一個成員 我覺得有一些意見啊 還是要清楚的表達 之前 在處理啊 行政院組織法的時候 一例啊 都是秘書長 來司法法治委員會裡面啊 進行列席報告 因為有很多 跟行政院組織相關的事項 恐怕 對人事長 沒有不敬的意思啊 但恐怕不是人事長的成績啊 可以充分的 來說明的 那第二個部分啊 之前 已經有這樣子的例子了 那我希望啊 我們的司法法治委員會在開會的時候啊 不要讓行政院啊 把方便當隨便 應該適當成績的官員 來司法法治委員會 列席做說明的 就應該要來 不要派一個 沒有真正 在慣例上面可以處理行政院組織法成績的官員來 將對司法法治委員會 乃至於法案審理的慎重性 恐怕都不是那麼適當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啊 2023年 我們 基本上 在處理有關於 只是部會名稱的調整這件事情 當初的招委 也是我們執政黨的劉建國 那時候安排的 行政院組織法的變動 就是請立法院 就是請行政院的秘書長 來列席 做說明 那希望行政院啊 以後 在處理 跟行政院組織法 這麼重要關係的法案的時候 秘書長 該來立法院列席報告 就來立法院列席報告 否則的話 在處理相關的法案上面啊 恐怕 行政院啊 對於立法院 在處理相關法案上面 應該有的基本的尊重 跟過去的議事慣例啊 恐怕有所違背 那最後 既然招委啊 都已經做了決定 也點頭了 那我們當然是尊重啊 主席的才勢 那是不是行政院 來含的那個內容 是不是可以給 所有 司法法制委員會的委員啊 一份副本 然後讓大家了解啊 我們的行政院 到底是怎麼樣啊 說明 今天秘書長竟然沒有來啊 只讓任市長 上來代打 以上 好 一間 官色道的運動部 組織法 也是需要由教育部長 來進行報告 那麼主席也有跟 教育委員會進行協調 那本週週四 教育委員會是安排教育部的 這個預算審查 所以等於是在考量到 如果 星期四 我們本會 排教育部的 運動部的組織法的報告 那麼教育部長就很難兩邊兼顧 在權衡 考慮到其他 教育文化委員會 本週四 希望能夠由教育部長 列席報告預算 那麼 行政院在本週四 上午又是行政院院會 那如果說 我們把今天的會議 安排在星期三 那恐怕呢 在兩者權衡之間 我們昨天的運動部的組織法 如果排成行政院組織法 就沒有辦法由教育部長 行政院秘書長昨天可以來 但今天 運動部組織法 教育部長就不能來 那我們相信呢 我們在委員會的運作 跟行政院 還有其他委員會是基於互相尊重 我們也希望能夠跟教育委員會協調 他們星期四不要排審預算 讓教育部呢 來報告運動部的組織法 那這樣子 本週三 昨天我們就可以排審行政院組織法 那麼行政院的代表 秘書長也可以 依慣例來出席 總之啊 這個議程的安排呢 的確很難面面周到 也非常感謝我們本會委員的體諒 那因此呢 我們本週三 還是排運動部組織法 本週四排行政院組織法 那本週三 我們就有邀請到 教育部的政部長到會 做說明 那麼本週四排行政院組織法 行政院秘書長表達行政院 行政院院會 所以呢 就由仁市長來做說明 那也在這裡一併說明 那剛剛希望的這個公文的部分 我們就提供給我們本會的委員參考 那本週也會將剛剛的說明的來龍去脈 顯耀的附上 希望委員參佐 好 接下來呢 如果沒有其他詢問 我們就進行機關報告